字幕提供 保選越來越接近 今天不談任何一個候選人 所以就不用讀明一個 這次保選中牽涉了其中一個主題 就是招討論 我們幾個主持好像立場很一致 起碼今次就會有些分歧 但要講一切之先 要講招討論 就一定要講招討論究竟是什麼 我現在發現坊間實在太多人誤解 或者故意誤解這件事 當然先問大師 你作為一個建制派 這樣說我們的立場一點都不一致 不過我們反對的立場是一致 我們反對的立場 我們不喜歡的人都是一樣的 出發點不同 我們不喜歡的人就只有八九成 所以我們有八九成是相同 我們喜歡的人就有些相同 先說一下 作為隱性 你是否隱性建制派還是真建制派 其實我是假建制派 我見到建制派就是建制派 我見到民主派 都不是民主派 但實際上我是一個 黃絲帶還是藍絲帶 我是金絲帶 我拜金主義 金絲帶 不錯 由你講就最好 究竟招討論的定義是怎樣 在我心目中招討論的定義很簡單 現在民主派到最後所有人寫 比如戴耀廷所有人講話 民主派就是這樣 共黨勢大 我們實在無法英其風 所以現在我們就等支爆 他們這麼倒行逆斥 肯定不會支爆 如果支爆了 我們就大家 現在我們維持有生力量 當支爆了我們的時候 才可以做事 如果我們維持有生力量 我們支爆了 就沒辦法做到事 就不能這樣 大家就等著時機 對 對 即是恆新如虎 對 問題就是什麼時候 他們就等著 就好像基督教那樣 等著利出奈奈 等著羅馬帝國變望 OK 狀況就是這樣 如果在一些泛民大台上 會這麼想 但是在一些本土派 或者一些焦土派的人心想 如果大家一起等支爆 即是你沒有功勞 支爆不是你推翻支拿 然後支拿爆 而是支拿自己爆 自爆了之後 那支爆就是你沒有功勞 即是你一個人在等著 你一個人在等著 你一個人在等著 大家就等著你 但是等到一些又怎樣 等到之後 這些東西你代了 你是第一順位 如果既然等 大家都不是抵抗的 不抵抗 不如我趁這段時間 先打下來 當支爆了之後 我就第一順位 其實這個就不是抗共的分別 這個就是爭奪 第一順位去繼承 這個支爆結果的一個鬥爭 如果不是大家一起推翻支拿 OK不同 功勞者大者 就為 優先 剛剛 但是現在大家都沒有功勞 不如先打下你 因為將來打下你 它自己爆了 對我都沒有用 但我要插嘴 有一個前轉 還有泛民 有些所謂的大中華膠 還是覺得 有一個論述之前 就是說 中國大陸有民主 我們才有民主 還有人相信嗎 你那個錯誤呢 我想沒有什麼人相信 你想想 其實現在的泛民客觀說 很多都是中產 中產最強的是什麼 就是現實計算 他計算的很簡單 喂 現在這樣的時勢 我們做什麼 出力最少 利益最大 就是剛才大師的想法 就是等支爆的時候 我們就去拿了第一個順位 可以接收到那個遺產 你說這個建設民主中國 還有沒有人相信 有 但是我肯定那些人不是主流 或者說這些的人 其實不是真心 我這樣說好不好 如果純從利益立場的話 我認識很多本土派 或者招土派 或者民主派 或者什麼 如果招安他都會收的 問題就是你招安的價格 就是每個人都有他的價錢 當然有些可能沒有 但是很少 所以我們不要說利益立場 現在說政治立場 他先心中想的 就是李登輝去請蔡英文 蔡英文都做陸委會主任 OK 沒有問題的 那時候國民黨 沒有問題 現在說利益問題 當利益在前的時候 無論所有的事情都不是 現在問題就是 你心中幻想出來 或者是理想狀況 理想狀況 究竟是怎樣 如果當現實狀況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會向現實低頭 我有另外一個補充 我覺得吊詭 就是反而我聽到 那些本土派的論述 就是說 就算建設民主中國 搞得射 我們都不要被他搞得射 因為建設了民主中國 反而會影響到香港 這個當然 本土派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也有不同的立場 這個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很多時候 招討論就會被人反駁 因為其實支持招討論的人 很多都未搞清楚自己支持 這是問題的 譬如我這樣 譬如剛才大師說 他對於招討論的看法 我是跟他大致上相同 但都要有一個修正 譬如有很多人 為何要說 我們要消滅民主大台 要拆掉大台 要消滅民主法 其實他們擔心的一件事 是同樣的 就是當支爆的時候 中共一定要作出一些讓步 讓步的時候 你當然有這麼多好處 立這麼多好處 但在我們的印象心目中 就是會有一班 這些泛民主派 就是你要跟我談 我幫你 我代表你香港 代表你跟他們談 他們一定會說 其實我們收信之沒有問題 因為其實我們最重要 就是大家可以獲得最大利益 但問題就是 他們所談的利益 未必代表我們 其實每個人 很多人 現在是反建制 非建制 反建制 OK 都有不同的想法 國內打算 等於民初的時候 有些是保皇黨 有些是保皇黨 有些是革命黨 OK 有些人是希望港獨 有些人是希望建設民主中國 有些人是希望維持一個人制 只不過更加大的自由度 一個人制 但無論你希望任何情況之下 支爆也是首要條件 所以既然都是等支爆 不如我先打死你 那隊 等支爆的時候 我就來了 所以無論如何 無論在什麼狀況之下 都要打死自己人 才自己來 如果不是支爆了 自己就搞不定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其實很多人現在說 反對招討論 就覺得 我沒有了這個民主派 沒有了這個大台 我們就會香港滅亡 現在就越來越多人不相信 他覺得 我如果不打沉你 你繼續留在這裏 都幫不了我的什麼 大家都在等 但我打沉了你之後 第一 我不怕你中途投降 我也不怕你代表我去跟其他人談利益 與其大家都在等他談利益 為什麼不是由我自己去談 你覺得有沒有市場呢 我們就說 現在講本土派 很容易被人標籤 你是搞獨立港獨 那已經是DQ不用選 但如果動之期出來說 我們招土派 招土派不一定是搞港獨 如果出來選的話 會不會有人支持你 這樣講 我都要問回你一個問題 招土派就很難出來選 因為招土派的意思就是 既然現在這個議會 或者這個選舉都沒有人代表我 我當然不可以找一些假裝代表我的人 上場 我可以把港獨不代表我 就是害我的人 最低限度 我起碼知道那些人 真的是我的敵人 而不是選了假裝朋友的人 上去 就自己立著數 我現在就問回你 因為我和大師 雖然那個背景不同 但對招土論述 那個看法都很相似 你身邊有很多心亡朋友 進步民主派的朋友 甚至是政治中人 那你現在怎樣看招土派 我其實在看他們 我就算身邊的朋友 這個想法都有些是轉 最低限度 他們都會對一些 招土派不滿意的人 他們都覺得不滿意 但他們可能未必有一個很好的 提出 如果不招土的話 我就不喜歡大家的共同敵人 可以做些什麼呢 除了笑他們之外 那個問題就是 我覺得招土派有一個可取之處 就是他沒有欺騙選民 他沒有欺騙人民 其實我覺得 藍絲帶 至少有一件事是比較好的 就是他們擺明 我做狗就做狗 他沒有欺騙人民 他都有 不過我一看就已經識穿了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在做一場戲 比較是一個賣假藥 明白嗎 就是 藍絲帶比較是一個賣假的假藥 但是 黃絲帶比較是一個賣假的假藥 問題就是這樣 所以那個分別就在 招土派沒有賣假藥 你不會有說的一道 實際上你做的事 跟你說的事 是不相符的 而且很重要一件事 就是現在有很多人說 為了我們守護香港 其實他都不是守護我的香港 是守護他自己的香港 分歧就在這裏 第一件事 你不需要教我做事 現在有很多民主派 就是你一定要跟我的方式 才拯救到香港 是 我不覺得要跟你的方法 才能做到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現在在幫你 你還害我 就是這件事 其實就是變了 跟共產黨沒有分別 就是共產黨就是這樣說 我維持國家穩定 當然要作出些犧牲 你們怎麼會看不明白 我們共產黨為中國人民好 其實邏輯是一樣的 你們這班中產 其實當然我明白你的想法 可能你經濟國家也會這樣想 我真的想問你 在經濟學理論來說 他很喜歡說 這個就是最高的選擇 我不要共產黨 就是要泛民 那就很符合這個經濟流出 你同意嗎 同意嗎 我看你短期和長期的看法 對 這個就是一個流頓所在 對 就是要看你磨下去 究竟我要看得多長遠 很多時候 因為如果要逐次交易去說 對 每次交易都可以找到最高的選擇 對 但是如果是不停的 反覆交易的時候 對 別人就吃著你了 其實這個所謂的 諸島派的興起 或者好像越來越大 論述的時候 就是因為很多人覺得 你每次都跟我說 關鍵一直 然後選到好 又好像沒有什麼分別 選不到 又好像不是很壞 你記住 選不到很壞 你這次我退了一步 我一步都不能退 這次退了一步 下次會再退 選不到的時候 一路一路 一路這樣退 對 所以關鍵一直是 他給不到一些事實 去說服 原本是淺亡或者是身亡的人 我覺得就是說 除非你盲了 就這樣下去 就說 我讓你回去又試過 對 你輸又試過 但好像 香港沒有騙過 究竟 但是你二十隻和二十隻 二十隻和二十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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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隻和二十隻和二十隻 二十隻和二十隻和二十隻 一路小下去就會說 你差一隻關鍵一隻 一隻關鍵一隻 但你沒有試過 例如他說 當初你們有份投票 可以修改 我錯了 我錯了 那時候我錯了 他沒有認過那些 李璇璋老師認錯 不是 他有認錯 但他的意思是 因為當時的民意 主要是要求我們修改 我們唯有修改 都是順利民意 但現在的民意不是 所以我們不會再修改 我立刻又想 將來民意叫你修改 你又修改 是完全正確 這就是我告訴你 為何這些人會支持招討論的原因 招討論的關鍵是甚麼 就是我正在燒那間屋 不是燒我自己的屋 是燒你那間屋 你說如果那間屋是大家一起燒的 我當然會害怕 想想想剛才你說的 收改議事規則是 那時候我們支持 我們的民意支持收改 我們就收改 這間屋不是我的屋 是你們的屋 到你們的屋子燒火的時候 你叫我 不如你幫我們救火 我這樣說 現實上 那個人 賺了一萬三千元一個月 站在街上賣 大學畢業 成大畢業 站在街上賣手機計劃 那我照顧有甚麼關係 我不是說很支持 之前需要派的朋友 問題就是我理解為何有這樣的事發生 還有理解今天開始慢慢轉 所以我要踩前一步 既然理解為何你不接受 即是你現在跟很多中產的想法 都知道民主派很差 但是投票也不可能不投回他們 很多老婆都理解過老公的 不過問完他真的不接受 這些就是敗家子程義傑 我都知道他敗家 但是他是我的兒子 那沒理由不支持他 這是事實 那最後的老公就繼續去滾 最後那個敗家子就繼續敗家 你們不會想到這樣的結果 他也有兩個滾法 他是沒有辦法 但他也希望那個始終是切肉不離皮 那我給你另一個 講回這個招討論 其實很簡單的一件事 其實你說招討論的人不說利益 不是 你說利益就是要顧及我的利益才可以 現在招討論的人很多都是原本支持本土派 他們那些人被DQ了 他們有沒有好處 你有沒有分過好處給別人 不是 從來都可以 你請回本土派去做這個議員助理 可以嗎 將你的議員薪金分出來 去資助入獄那些本土派 就是很不信心 還有一件事 其實你說招討論的人有沒有用呢 很簡單的問題 如果你是今年九西部選 你會不會投票 你會不會投李卓仁呢 我嗎 我未必會投票 這個就是一件事 有很多人說 我可以先講過 我可以先講過 真的可以 不犯法 不犯法 我投票給你 我們說有五個人 包括曾麗文 馮檢基 李卓仁 陳凱欣 因為你提我 你提我 你說我曾經講過 他的事都可以 其實我已經忘記了這個名字 但我曾經講過他的事都可以 他都可以 做人一致 做人一致 我不會自身矛盾 不是 剛才說 如果這件事牽涉到我的利益 其實都不需要很複雜 為什麼要攬炒 意思不是攬炒 要麼就是我沒有利益 你有利益 那不是攬炒 要麼就是我有少少利益 你有很多利益 那攬炒也不錯 就像大師之前講過一個例子 我只有五元 你有五個水 如果招完之後 我就招了五元 你又招了四個水 我算貨都隨便有聰 然後反過來說 你不想招了四百元 你就分給我 分不分這件事 其實從來都是焦土的關鍵 所以我覺得 就算是 我有得投投誰好 又或者是 泛民大台都好 他們都要理解 為什麼焦土論述是 誰都流出來 但是現在的問題 就是他不理解 也都不回應 然後我又要再追問 你身邊那些進步民主派的朋友 他們說什麼 反正我們不理他 那些票數都不會變 他們都會照樣支持民主派 那麼失敗主義 那你說什麼 我不投票 那些票數都不會變 是啊 當然是 當然是 我不明白 現在有一段方面 除了都是好行的 總之你不投我支持 那個候選人 你就是幫助共產黨 他不反過來想 只要你說服不了我們這幫人 其實你就是錯了 你應該要去加入我們 去懲罰這幫人 為什麼你們都走不到這一步 懲罰就是這樣 我講出來的就是 的確不投票就是支持共產黨 但是招肚就是這樣 我頭是立刻 是對的 你不能說他的論述錯 他論述是正確 我今天反過來 為什麼你們不加入招肚 既然你都知道有問題 我想如果你是一個政治人 你都未加入招肚 我未 反正你有沒有聽過 我在轉型去理解他們的看法 但你已經不投票了 支持共產黨 其實你都加入了招肚很快 問題就是這樣說 那也不是叫招肚很快 我不投票 是呀 現在就是這樣戒定 但是在這個時刻 我覺得都幾視乎 他給什麼人入選 你這次補選 如果有劉小麗的話 都試正點 你都能投得下 也不是 Sorry 我有我心目中的朋友 我覺得投得下 是 是 但是就不包括這幾個人選 所以這個都是考慮到 投不投票 我從來投票的話 有一件事我比較 我們三個都是一致的 我是投不下太蠢的人 是 我們是崇優 我們未必是要反些什麼 但是你要我投 起碼台面上的人都要合格 不要緊 如果不合格都不行 你假設原理面投 我都會投他 OK 這些又是另一個價值觀的問題 好 今次到此 下次再講其他話題 好 好